咱们上次讲女皇帝武则天的统治 咱们不管封建史家对她如何评价 咱们认为武则天的时期是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国家的发展 所以人们就说武则天的统治 武则天的统治正起开源至宏贞观 正起开源至宏贞观 开源是唐玄宗的年号 玄宗的年号 那也就是说他认为武则天在太宗玄宗之间 是一个成上启下的人物 成上启下的人物 那么武则天去世后 他的儿子继位就是钟宗李显 钟宗李显在位的时候 伟皇后和安乐公主专权乱政 所以林子王李隆基起兵 把李显被害死了 被王后害死了 所以林子王李隆基起兵诛灭尾氏一党 然后他就让自己的父亲继位 他的父亲就是瑞宗李代 是武则天的最小的儿子 然后瑞宗在位的时候 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又作乱 想仿效他的母亲称女皇 林子王又起兵把他的姑姑给干掉 然后这个李显退位 让位给李隆基 这样的话李隆基继位就是唐玄宗 唐玄宗又叫唐明皇 唐玄宗 这个唐玄宗等于是武则天的孙子 等于是武则天的孙子 所以唐玄宗的主要政绩 教材上说他的同事前妻 主要政绩 第一 选贤任能改革立志 选贤任能改革立志 唐玄宗亲自考核宪令 唐朝怎么着也得有一千多个宪吧 你想你一天考一个宪令 这一千多个宪令三年才能考完 在皇上历经图治 亲自考核宪令 尽贤退不休 亲自考核宪令 第二 发展生产 第三 限制佛教 限制佛教 其实唐朝限制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唐朝信封道教 因为他姓李 老子李尔也姓李 所以他把李尔认作自己的祖先 神话道教 第四 穆兵制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第五 大兴文制 大兴文制 这个皇帝 当时政绩 感动到什么 感动人 到什么程度 有一年 天下闹 蝗灾 见过吗 蝗虫 蝗虫你见过 蝗灾你没见过 蝗灾你没见过 98年我见过 在河北 那特别神 这蝗虫 蝗虫就是一出高速公路收费站 就是蝗虫 就蝗灾 就是不进北京 天子所居 王器所在 震得住 震得住 蝗虫不进北京 不进北京 北京要为什么说是天府之国 帝王之都吗 你看咱们北京 很少闹什么大灾 所以这蝗虫就在河北 四孕 四孕 坐那车往地里开 去青西陵 西陵在庄介地里 地里开的时候 都压在那蝗虫上 嘎嘎嘎 压在上面 我直吐 我媳妇下直哭 那挡风波那都是 那蝗虫 那玩意后 就是解放军 拿那个飞机撒药 不知道是不是解放军的飞机 反正就那双翅膀的韵武 那小破玩意儿 撒药 你想那今天是这么治蝗虫 那当年怎么治 没治吗 是吧 没有治 所以这大臣就跟皇上说 苍天示警啊 皇上您得干嘛 沐浴精一啊 您得摘戒 皇上玩去 那蝗虫是我味儿招来的 跟我洗洗澡有什么关系 是吧 所以就是到地里看看去 咱去打蝗虫去 到地里看没法打 结果皇上拿起一只蝗虫 鸽嘴也给嚼了 是吧 活的 腿还动呢 鸽嘴也嚼了 是吧 说 耳时震百姓五骨 如实震之肺腑 是吧 你吃老百姓装去 就跟吃我心肝肺着的 你吃我 我先吃你 咔 给嚼了 您想那围观的 文武百官也好 黎民百姓也好 见到这一幕 是吧 那都来这个吧 是不是 是吧 那高蛋白吧 是吧 你都来这个 那你能不感动吗 你说闹蝗灾 那没有人去反抗朝廷 这个是我们说的 他 所以唐玄宗统治前期 唐玄宗统治前期 政治清明 国家强盛 经济空前繁荣 找了吗 找了没找了啊 史称开源之治 或开源盛世 那就是我要问你 这开源之治 比起贞观之治来 他牛在哪儿啊 他不是空前的吗 什么他比贞观之治 哪儿更棒啊 经济上更繁荣 对吧 更繁荣 你说他政治清明 国家强盛 这可能 差不多 这么差不多 他也未见准 就比贞观更好 更好 反正这俩皇帝晚年 都不怎么样 都不怎么样 但是就说 他经济上空前繁荣 这个是贞观之治的时候 达不到 杜甫不是说 那个 一夕开源全盛日 小易游藏万家使 随便一个小城都有啊 一万多户人 这个工仓私领 巨风石 工价和私人的仓库 全风石 你看隋朝 他富吧 但是这个 他是在 谁 有钱啊 官府 他藏富于国啊 是吧 老百姓怎么样 没钱 你这个 老百姓没钱 其实你这个 藏富于国 跟藏富于民 哪个对社会的发展 更有好处 应该是藏富于民 然后国家有一套 完整的 税收制度 所以就说 大家都能有 对吧 都能有 所以中国古代 他就没法 没法做到这一点 没法做到这一点 所以他要么就是藏富于国 向隋朝 很快就灭亡了 要么就是藏富于民 向北宋 他就没有什么税收 你收上来 向北宋 积贫积落 后边我们讲 宋朝 宋朝的GDP占世界80% 怎么还积贫积弱 钱都在底下人手里 大官什么的 这些人手里 不在国家手里 国家没钱 国家没钱 他是这么个意思吗 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个 唐朝的时候 是公仓私领 巨峰时 老百姓也有钱 国家也有钱 所以这国力很强盛 国力很强盛 第一个是 三省六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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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点 隋文帝 在中央 确立了三省六部 是隋文帝确立了 三省六部 这个 咱们先把三省六部 是什么 先画一下 皇帝 下设三省 中书省 上书省 和门下省 中书省负责起草政令 门下省 门下省负责审核这个政令 上书省负责执行 上书省负责执行 所以这个 这个叫做三省 这个负责起草政令的 负责执行政令的 负责这个审核的 这个叫做三省 叫做三省 那么具体到上书省负责执行政令 上书省负责执行政令 上书省的 哪个机构 那具体来这个执行政令呢 在上书省之下 设立了 六部 立 护 礼 兵 行 公 设立了这么六部 立护礼 兵 立部负责官吏的考核任免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 人事部 人事部组织部 负责官吏的考核任免 这个户部负责户口和财税 就相当于民政部跟财政部 加上什么国家税务总局 类似于这种机构 这个等于是 这个六部里边 其实最肥的就是这个 户部 对吧 所以你看和珅 为什么能那么贪污 他是这个 二十多年担任户部尚书 六部尚书啊 应该是一边大 一边大呢 但是实际上就是 理论上讲是 立部尚书最大 他管官嘛 但实际上在清朝的时候 你做这个尚书 你这个六部 晋升的这个顺序来讲 你应该是 最后做到户部尚书 是最牛的 是最牛的 户部要掉立部 那就有点是降 降那种感觉 就跟你 你由计升委 调到发改委 那不得了 你管计划生育 跟管国家经济 能一样吗 你看咱们 咱们这个 国务院的机构改革 去年的机构改革 然后排序 排序 他那部委的排序 那绝对是按照什么 他不是按照姓氏笔画 对吧 他绝对是按照重要程度排序的 对吧 第一个是外交部 第二个是国防部 对吧 第二个是国防部 这绝对是 他这么排啊 你干嘛不把计划生育委员会排第一啊 对吧 那不可能 把那机构排第一 对吧 所以他这个礼部是管礼仪和教育 礼仪和教育 甚至还承担一部分的这个 外交的职能 兵部是管军政 包括武将的考核任免 包括这个武将的这个考核任免 是吧 就是这个 军政 是吧 就是军队的这个招募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 然后刑部是管刑法 司法刑御 公部是管建设 公部是管建设 这样一来呢 他形成了这个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 是吧 所以我们知道他是隋文帝的时候 开创的 开创了 是吧 隋文帝都开创了 到了唐朝的时候 完善 你比如说这个户部 原来叫民部 为了避礼是民的会 改造这个户部 改造户部 是吧 写了吗 注意这个啊 六部 立护礼 兵行公 这样的这个 六部 是吧 然后这六部上书 无所谓 没有顺序 是吧 然后 他这么 他为什么要建立起这么一套制度 所以大家往下看 大家往下看 下一段的正数 一二三四五 第五行 三省的分工 使项权 一分为三 削弱了项权 加强了皇权 削弱项权 加强了皇权 是吧 咱们看那个 咱们学过世界史 这个人家三权分立 人家那个三权分立 分谁的权啊 就皇权 总统 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咱们这分权是分谁的权 项权 人家分权的目的是 削弱独裁 咱们分权的目的是 加强独裁 是吧 加强皇权 因为这个项权对皇权的威胁 怎么样啊 太大了 我记得我给大家讲过 是吧 丞相有风波建争之权 对吧 我讲过这个吧 讲过没讲过这个 秦汉时期的丞相啊 权力非常大 是吧 丞相 有风波建争之权 什么叫风波建争呢 什么叫风波建争呢 皇帝的圣旨 皇帝草拟的政令 丞相要批准 如果丞相觉得不妥 不批准 风起来 驳回去 把自己的意见写在后边 照我这改 明白这意思吗 这叫风波建争 丞相上朝 皇帝必须赐座 因为那会儿那坐着也就是坐坐着屁股上 是吧 坐坐着脚后 屁股搁脚后 那坐着也不舒服 是吧 也不舒服 然后皇帝跟丞相俩人春游在外边碰上了 都要下车互相行礼 尤其是拜相的时候 宰相行礼 皇上要还礼 宰相每次行完礼 皇上都要还礼 所以当时是君臣共治天下 是吧 君臣共治天下 建立一个汉朝 谁的功劳最大 知道吗 萧和的功劳最大 刘邦你想一匹子 是吧 基本上一流氓 刘邦就是一流氓 臭流氓 还是这个 无赖出身 是吧 什么也不会 但是他就是也不知道这帮人干嘛保着他 是吧 他自己说 说我这个人呢 什么都不会 是吧 联军百万 功臂客 战必取 不如韩信 运筹帷幄之争 决胜千里之外 不如张良 安抚百姓 运送良响 我不如萧和 但是这仨人都听我的 所以我得天下 是吧 我得天下 这仨人有病 干嘛听他了 是吧 所以等于建立汉朝 萧和的功劳最大 打仗就打钱 是吧 他安抚百姓 安抚后方 又给你前线送粮食 没有他 你张良 韩信 管什么用啊 管什么用 所以萧和拜相 皇帝赐他三项特权 第一个特权是建军不屈 建军不屈 然后呢 这个称臣不明 这么三个特权 建军不屈 称臣不明 建吕上殿 建吕上殿 建军不屈 皇上跟那坐着呢 你进来 你得怎么着 你得跑 小跑 一溜小跑 赶紧过去 他可以大摇大摆 爷来了 大摇大摆 是吧 称臣不明 臣建价 皇帝 就完了 不用臣萧和 是吧 因为在中国古代 你叫人家的名字 跟骂人一样 叫人的名 跟骂人一样 只能叫他什么呀 字 是吧 你叫人名 那是骂人的 是吧 你看咱们这些文王导演 史王导演 导的电视剧 是吧 谭四童 四童兄 四童兄非抽你不可 是吧 你这么叫 你挖人祖坟的 是不是 四童兄 哪是这么叫的 是吧 非抽你不可 是吧 所以这个 你得叫人家字 是吧 你得叫人字 你看那个 《走向共和》 那电视剧 拍特别棒嘛 是吧 一叫李洪章 那么大岁 见了梁启超 卓儒啊 是吧 你不能起超 启超揍你 是吧 你看那个什么 马超给 那个蜀国皇帝上书 孟德杀我全家百余口 对吧 他杀了你一百多口 我还得叫他孟德 要不然证明 你这人没文化 对吧 你这人没文化 是吧 龚锦如何如何 孔明如何如何 你不说诸葛亮怎么着 周瑜怎么着 是吧 那不行 所以叫名字 名字是自称 皇帝是叫你的名字的 是吧 所以称臣不明 剑吕上殿 您可以穿着鞋 带着宝剑上殿 是吧 因为那会儿都坐地下嘛 进门都应该脱鞋的 他可以穿着鞋 带着宝剑上殿 叫剑吕上殿 三项特权 所以以后的宰相 一牛皇都赐这仨特权 是吧 建军不屈 称臣不明 剑吕上殿 他要是心怀不轨 他妖中佩剑 你想想 秦汉以前 出将入相 那宰相都是 都是武士 出将入相 那玩意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 丞相的权力太大 丞相的属官叫十三曹 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 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 这十三曹 十三曹 是国家的正事机构 国家正事机构 十三曹的长官 智千旦 是国家给发工资的 跟这个县令是同级的 跟县令同级 智千旦 国家给发工资 皇帝的属官 就是上书台 上书台 上书嘛 顾名思义 可能就是原来给皇上 管这文书党案的 相当于皇上的秘书 上书台 上书台的台长 这个就是他的长官 智六百代 等于皇帝的这个蜀官 比宰相的蜀官 级别怎么样 还低 不但低 不是国家给发工资 是皇上自己掏腰包 你要不掏 那你就甭顾他 你就甭顾他 他等于这个意思 一个是国务院办公厅 一个是胡锦涛 私人助理 你这个身份 你跟人没法比 所以皇上怎么办呢 我怎么来削弱项权呢 项权对我的威胁 太大了 我怎么削弱项权呢 我就有什么事都跟这个 这些上书们商量 上书台 我设立上书 上书令 然后我们这个 设立门下 设立市中 那门下吗 那哪的门下 那不是你们家的门下 设立市中 所以这些人 品级虽然低 但是整天跟皇上泡在一起 地位是非常重要 到了汉朝啊 东汉的时候 像这个丞相 基本上就成了一个 就是虚弦了 基本上成了一个虚弦 真正掌实权的人 必然要加这个弦 大将军陆尚书省市 大将军陆尚书市 这相当于是掌实权的 大将军掌握武将 陆尚书市 管这个文官 基本上就这样 但是这个大将军陆尚书市 几个人 还是一个人 他虽然不叫丞相了 相当于丞相 对皇权还是构成了什么 威胁 因为相权太大 威胁到皇权 那个时候 君臣共治天下 丞相跟皇帝 谁的权力更大 完全靠俩人的个性 要是秦皇汉武时期 那肯定是皇权大 你要赶上皇上 又爱玩什么的 又不理朝政 那就大权旁路 所以你看 在隋朝以前 全臣篡位的事 史不绝书 王莽做了丞相篡位了 对吧 曹操做了丞相 基本上篡位了 他儿子完成了这个举动 然后曹魏几十年之后 被司马仕篡 司马仕也是做了丞相 然后杨坚也是做了丞相 对吧 篡了北周的位子 他也篡位了 所以他一当皇帝 就怕这种事发生在 自己不可能 子孙身上 对吧 子孙身上 就是我 我这大隋江山千秋万代 我别被 发现这种事 那怎么办呢 削弱 相权 能明白这意思吗 削弱相权 是吧 在魏晋南北朝 那个乱世的时候啊 你要做了丞相了 还不篡位呢 老百姓都替你着急 是吧 你的丞相 你再还不篡位 还不改朝 老百姓都急了呢 再不篡位 给你急 能这样 是吧 所以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 相权 削弱 说是一分为三 实际上不止 三省的正副长官 都是丞相 是吧 都入正式堂嘛 你只要可以入正式堂 一室 你实际上就相当于 丞相 三省的正副长官 中书上书 两省的长官叫令 副长官叫普业 副长官叫普业 中书令 上书令 中书左朴业 中书右朴业 上书左朴业 上书右朴 是吧 然后这个 门下省的长官叫市中 副长官叫市郎 叫市郎 六部的长官叫上书 叫上书 副长官也叫市郎 分左右 兵部左市郎 兵部右市郎 分左右 是吧 所以你这样一来的话 你这个三省的正副长官 都是丞相的话 就几个呀 三三建九 对吧 当然他这个 每一个皇帝在位的时候 他这个不见得是权的 他不见得权 为什么不见得权呢 就是你比如说上书令 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 就当过上书令 所以等李世民继位之后 有唐一代就不再设立这上书令了 因为当年太宗皇帝做过这个职务 那你们谁配在做这个 就不再设了 就不再设了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宰相一般也得有六七个 七八个 到了唐朝中宗开始 就武则天往后开始 皇帝设立一个职务 叫同中书门下三品 设立这么一个职务 同中书门下三品 这个职务 是个临时性的职务 只要给你加上这个弦 你就相当于宰相 那相当于宰相 不管你现在是极品官 然后皇上就要提拔你 怎么提拔呢 给你加上这个 同中书门下三品 入正式堂议事 你就相当于宰相了 那这个宰相就由固定的变成了什么呀 临时的了 你要是正式任命宰相 你罢免是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的 结果现在的宰相变成了临时工了 能明白例子吗 你比如我要是一个 比如我国家公务员啊 我晋升应该是逐级晋升 对吧 科长 副处长 郑处长 副局长 郑局长 副部长 郑部长 你应该这样晋升 对吧 你应该有序晋升 但是他 我给你加上这一弦 你现在不是处长吗 加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 你相当于副总理了 对吧 你相当于副总理 哪天皇上看不上 你把这弦你摘回去 接着当你处长 能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以后 既然设立了这个同中书门下三品 这三省的长官 就变成了虚弦了 或者不设 说中书令该退休了 咱是不是选一个新的 不选 就空着 这个职务没人 或者不设 设了之后 也都是那种 还有两年快死的老臣 给他荣誉 让他荣誉一下 他也不入正式堂议事 他也议不了事 他人就是姓什么都忘了 你看他老的那份 给你中书令 太师中书令 位高 权不重 真正掌权的什么人呢 同中书门下三品 这帮人 能明白这意思吗 就这帮人 所以你这都是临时性职务 中国古代的官员 一二品官 紫袍 红楼梦里不是说什么 昨咸破凹 金咸紫蟒长 昨连破凹 金咸紫蟒长 大紫蟒 蟒袍 紫袍 然后红袍 红袍 然后蓝袍 然后绿袍 这个官就是蓝的 蓝的就是青的 江州司马青山师 六七品官 八九品 就是绿袍了 然后三四五品 是红的 一二品 是紫的 是紫的 所以这个 你看这个 咱中国有一个成语 说他们家 全是当大官的 他们家满门诸紫 他们家除了 红的就是紫的 满门诸紫 说你这人 红的发紫 有这么个词吧 这人红的发紫 什么叫红的发紫 这成语就这么来了 因为跟他那官府有关 跟他那官府有关 是吧 清朝因为他全是那蓝不拉鸡 那色 他看那脖子 顶子 是吧 以前都是 辐色是不同的 不同的辐色 是吧 你要是小官 加上童中书门下三品 你可以穿宰相的官服 是吧 你可以这个 穿宰相的官服 但你还拿你 处长的工资 干宰相的事 就这意思 是吧 你说你 你干了宰相的事 你还筹工资吗 是吧 就这意思 是吧 等什么时候这个皇上一不戴下你了 这个鞋一扒 你还回去穿你的处长的官服去 你该青衫 你还青衫 你这红袍子袍就拖下来了 所以等于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相权就 削弱了吗 等于 他不光是一分为三的问题吧 一分为三的问题 更关键的 变成临时工了 是吧 变成给皇上打工的了 是吧 给皇上打工的了 是吧 所以这个等于中国古代 从这个时候开始 由独相 发展到群相 宰相由一个变成一窝 发展到群相 发展到群相 再往后到宋朝那好家伙 一间屋子搁不下 那么多相 那么多相 这个意思 接着我们来看 科举制的创立和完善 科举制的创立和完善 背景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 和数族地主的兴起 九品未尽以来 注重门帝的九品中正制 无法继续 这个汉朝选拔官吏 是靠什么制度 查举制 查举制到后来 什么成为主要的 门帝族望 门帝族望成为主要的 所以到了魏晋以来 就变成了九品中正制 朝廷设立一名大中正 他应该既中且正 所以应该蒋介石这名起得好 蒋中正 对吧 然后各郡设立中正 负责平定人才的等级 怎么平定人才等级呢 把人才等级分为上上上中上下 中上中中中中下 下上下中下下 这么九品 所以叫九品中正制 你只有被评为上品 你才能当官 你要被评为下品 你就怎么样 当不了官了 明白例子吗 就当不了官 那什么样的人被评为上品呢 就是这门帝比较高的人 高门大姓 世代被评为上品 最大的高门大姓是什么呢 昔日王谢唐前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王氏和谢氏 你们说王羲之 刚生来三天 右军将军 王右军 王羲之会耍剑吗 可能不知道 反正他一直被一辈子拿笔 也没听说他用剑用的出身入化 王右军 生来就是将军 为什么 王氏 大氏族 王氏 所以这个 这些人他们家世代垄断官职 老是他们家当官 所以就形成了氏族 他老是出氏做官 你老当不上官 那帮人就变成个什么 宿族 不是平民 不是农民 这都是地主 就是宿族 就是你老当不上官 对吧 你想这氏族 他一升下来就是官 你要一升下来就是官的话 你还会好好念书吗 你现在已经一个月 有一万五千块年的工资了 你还做到那念书吗 是吧 这一万五你打着滚 划也划完 是吧 就跟那个哪 甘肃什么的 不就这事吗 老师批评这孩子 你怎么不好好念书啊 什么的 你长大怎么着 孩子说我现在工资比你就高 老师说是吗 一调查真的 那孩子越八百 老师越三百 是吧 小孩刚起岁 他爸给他弄一个 补一个处长 什么这玩意 累穿热 干肃这边 就现在的事吧 都不新鲜吧 这事 弄个处长 那边为什么穷啊 给弄一个处长 科长 这弄一个 工资比老师都高 你说他能好好练书 你打小坐着奔驰二百五上学 你长大就是奔驰二百五 所以你想想 这士族什么也干不了 文不能提笔 是武不能拿枪 宴会上做首诗 都得别人给代笔 什么也干不了 一帮废物 连智商都退化 他老尽心结婚 王谢元宵 故路诸张 就这八个线老通婚 生来生去都是表哥跟表妹 最后就跟外甥女 姑姑跟我 跟侄儿 全是他关系 所以他生了 人种都退化 祖孙三代 长一个模样 那不是傻子吗 人种是不是退化了 傻子 全天下都长一个模样 而这个宋奇良辰 各朝的开国君主 都是武将 武将肯定是什么族出身 宿族 对吧 你想他生还叫高官 他上战场跟你玩命去 开什么玩笑 马都不敢骑 是吧 所以他肯定都是宿族 宿族做了皇帝 能容忍这帮人 要五合六吗 是吧 刘宋的武帝 是哪个皇帝 我忘了 他舅舅 叫陆什么玩意儿 姓陆 非要去拜访一个大士族 王室吗 拜访这个皇上说你别去 自讨没趣 我皇上的舅舅 我非得去不可 就去了 到那个传达室一递名片 俩中头没理他 你自我待着吧 门口晒着吧 他还真有恒心 跟那等 俩中头之后 人家把那个 户人买菜那门开开了 进来吧 进去之后 主人也没在正堂迎接他 在客厅 再去给卧室 卧室 卧室那是非常 不礼貌的地方 主人背对着他 光着网子躺着 那小丫头给扇着扇子 他就跟那戳了 也没人给让座 也没人给地查 也没人给地查 戳了可能又得一个多小时 主人一翻身 哟这是谁啊 他怎么在这待着 这是谁啊 然后这个时候 仆人他给搬个马杂来 那就是胡床 就是马杂嘛 搁在他坐下 坐下之后主人就问 你姓什么呀 他说我姓陆 你叫什么呀 陆什么什么 过去给我们家养马 那陆伯芝是你什么人 他说那陆伯芝是我爷爷 他不是养马了吗 后来立的军功了吗 那陆伯芝是我爷爷 哎呦 怎么养马的孩子 都跑我屋里来了 给他轰出去 那仆人就给轰出去了 这人刚一转身 就听那士族指那马杂 把他拿出去烧了 把他拿出去烧了 所以他回去 跟他外甥皇上哭诉 你看我是你舅的 我怎么这么屈辱啊 皇上干什么 那你活该 那没办法 我让你别去 你非去 皇上都惹不起他 是吧 皇上为什么惹不起他 他们家人全在朝廷里做 做大官 是吧 全天下的田 和我们的60%是他们家的 是吧 你说你能惹不起他吗 他经济政治的地位非常高 但你说皇上生气不生气 太生气了 对吧 你打狗还得看主人 皇上的舅舅 你这么对待人家 你管这原来是不是养马 那现在是皇上舅舅了 对吧 你这么对待人家 所以随着后来 这个士族的越来越衰落 文不能拿笔 你武不能提枪 这么一帮东西 是吧 士族越来越衰落 数族地主越来越崛起 尤其魏晋南北朝 是吧 那时候更迭 是吧 打仗是最厉害的 立军功是最厉害的 你光练嘴皮子管什么用 所以这帮人 势力越来越强大 再靠这个士族地主 垄断这个官职 这已经是不行了 所以怎么办呢 随文帝开始想招 开科举事 所以往下看 科举 随文帝 第一点 随文帝他的经过 随文帝 废九品中正 随文帝 废九品中正 开始分科考试 开始分科考试 第二 随阳帝始见进士科 科举制形成 这个科举制正式形成 是在随阳帝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但要知道随阳帝的暴政 还要知道随阳帝 进士科 人家也有功 运河 迟到 你别光记了 真高利 引发农民起义 人家设进士科 从随阳帝 开始 整整1300年 一直到1905年 光绪31年 才废止科举考试 然后 唐朝 真冠时 真冠是谁的年号 太宗的年号 真冠时 以进士明经 两科为主 进士明经 两科为主 第四 武则天 创五举和电视 不光考文的了 不光文的可以科举了 武的也可以 武举 另外开创 电视 什么叫电视 皇上亲自考你 皇上亲自考试 电视 明清两朝 电视都是在紫禁城的宝和电 宝和电 你像康庸前这三代圣主 他基本上都是自己出题 让自己兼考 亲事 亲事 考试 第五 开元年间高官主持考试 开元是谁的年号 玄宗 从玄宗开始高官主持考试 你看那个宰相流罗锅里边 一眼不就老和珅去去去 去干这事 主持考试 和珅相当于宰相 主持考试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科举制 经过文帝 阳帝 太宗 武则天 玄宗 几代皇帝 逐渐就 这个 就形成了 那就形成了 那么这个科举制 它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上 是一件非常 大的事 非常大的事 科举制的创立 它的作用 第一 这个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 王谢元宵 那几大性的垄断仕途 冲破了这个垄断仕途 抑制门阀 抑制门阀 扩大了官吏的来源 你这样一来的话 它实际上也起到了 缓和什么的作用 阶级矛盾 它肯定也缓和了阶级矛盾 是吧 因为你这个 数族地主 也能够通过科举 做官了 是吧 所以它当然就缓和了这个阶级矛盾 缓和了阶级矛盾 是吧 这是这个第一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 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 它把读书考试跟做官联系了起来 所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 这些个原来那种目不实钉的人 在做官 可能性就怎么样 就不存在了 当然唐朝实际上选拔官员 还是以这个 就是这个 士族子弟 这个为主 它科举制还不是为主的 不是为主的 而且它科举制有很多身份限制 那边农民就不行 到了宋朝才开始这种 就是说英雄读问出身地 是吧 谁都可以参加 到宋朝才开始这样 是吧 然后另外呢 就是说他这个 把选拔人才任命官吏的权力 集中到了中央政府 加强中央集权 所以你比如说你要答这科举制的作用 你上来就答 加强中央集权 这不能给分 这属于废话 你必须打算他怎么加强中央集权 他把任免官吏的权力 集中到了谁啊 所以他加强中央集权 能明白这意思吗 你得这么答 你得这么答 包括前面的那些东西 你都得这个答出来 都得答出来 能明白这意思吗 另外啊 在唐朝啊 这个科举考试是非常难的 不是说你想考一考就能考上 非常难 难到什么程度呢 他不是分近世明经这两科吗 明经科好考 明经科就是田控 紫月 什么实习之 你田一学耳的完了 但是你考上之后 你也做不了大官 一般就是刀不比例 所以明经好考 近世不好考 实词取负 实务策 是吧 国家大政方春 该不该开奥运 你写一篇论文啊 你得干这个 是吧 你得干这个 是吧 所以不好考 唐朝人讲话叫 五十少近世 三十老明经 五十岁考中了近世 年轻的近世 唐朝人平均寿命多大 二十九 二十九 你二十九岁的话 你五十考中了近世 是年轻近世 那你说这老近世 得多多岁数 对吧 那你还能干什么呀 你现在 那你还能干什么呀 所以这个 就是说你这个 等于你一辈子都在干嘛呀 考试 你一辈子就考试 你有功夫琢磨 怎么造反吗 你有功夫 怎么反朝廷吗 是吧 那这些读书人 不反朝廷 剩一帮文盲流亡 人卖来帮你赎钱呢 是吧 你这玩意儿 管什么用啊 是吧 所以唐太宗最爱干的事 叫巡查考场 是吧 哎 他那个每次去看考场 你看大家兴高采烈的来了 然后垂头丧气的回去了 然后三年后 兴高采烈的来了 然后垂头丧气的回去了 三年后又来了 是吧 他那考试不是说像咱们这个高考似的 是年年都考 他那三年一考 是吧 三年一考 那个考进士 是吧 所以你这样的话 眼瞅着这帮人 黑头发给考成了白头发 所以唐太宗说 天下英雄入构中矣 你们上当了 掉到圈套里了 是吧 然后这唐朝人就写诗啊 太宗皇帝真长册 赚得英雄 尽白头 是吧 你让他考试 让他考不上 是吧 给他一希望 他又考不上 这哥们整天干着 赚得英雄 尽白头 是吧 所以就这么个意思吗 是吧 因此有人说啊 这科举考试 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 科举考试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牢笼制式 能明白这意思吧 哎 牢笼制式 它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重要的作用 是吧 你到后来 这个 特别是到了后来 你比如说像这个 到了宋朝 这农民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了 那么这个阶级矛盾 就进一步的缓和了 你想当官 你别造反 你干嘛 六经秦相 疏前 窗前读啊 是吧 你干那就完了嘛 你读书啊 读书完了 你科举 科举完了 你做官 做完官 你不成统阶级了吗 就这意思 是吧 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 也不是叫 就是中国的这个 这种古代传统社会 它为什么顽固 是吧 它为什么顽固 它为什么那么长时间 就是因为它这个 统治阶级的力量怎么样 太强大了 太强大了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就是科举制 科举制 这个很重要 实际上后来的话 这个 到这个 18世纪启蒙运动的时候 中国的科举制 被介绍到了欧洲 形成了今天欧洲的 这个近代文官制度 后来传回到中国 叫国家公务员考试 是吧 国家公务员考试 实际上就是怎么样 就是 就是科举制 你比如说我是学历史的 结果我们党竞选赢了 我能够担任国防部长 你学历史的 你怎么能担任国防部长 你懂这业务吗 我不需要懂业务 谁懂啊 副部长懂 对吧 因为副部长 是怎么上来的 考上来的 考上来的 你这个考试最高 就考到副部级 政部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 他就是那个 政治家了 他就是政治家了 副部往下是官僚 他是职业的 我不专业 不专业没关系 我国防部长 我干什么 我就是拿大政策的 一帮参谋给我提意见 是吧 然后我主要的任务 是到国会要钱 要经费 我说这个 是吧 这个就不真指望了 我去打仗 是吧 所以他谁都可以干 然后你说 你看日本的内阁 更迭多快 首相一年完大了 下来了 部长夸全换了 那他这国家怎么没事 副部一级 就稳定了 没关系 没有部长都没关系 是吧 都没有关系 他这么一回事 他这种近代文官制 都考上来的 都是 考上来的 所以他这个 政局就稳嘛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 辅兵制 这个科举制 底下那个辅兵制 到募兵制 那不考 那不考 那非常万幸 那巨难 巨难 巨无聊 讲不清楚 不考 然后这个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 这也特讨厌 和底下那两税法 那也辈儿难 这个辈儿难 辈儿重要 据爱考 这个 在赴税制度上 找到吗 随朝 沿用北魏的租调制 沿用北魏的租调制 然后呢 规定明年五十 免疫收拥 以拥待疫的制度 开始部分推行 但是你这个 以拥待疫 这个制度 开始部分推行 但是他这个 是有什么限制的 有什么限制的 有年龄限制 你多大岁数 才可以纳捐待疫 满五十岁才行 你不到五十岁的话 是不可以纳捐待疫的 该扶摇抑 你还得去 所以他这 明年五十 免疫收拥 以拥待疫的制度 开始部分推行 唐朝 以清遥伯父的思想 改革复义 以这个清遥伯父的思想 这个改革复义制度 实行租庸调制 古物叫租 捐和布叫调 扶摇抑的期限内 不去扶义的 纳捐或布待疫 叫雍 唐朝的雍 不再有年龄限制 租是交古物 调是交布博 雍是纳捐待疫 明白这意思吗 合称叫租雍调 唐朝的雍 跟隋朝相比 他的进步性在于 他不再有年龄限制 甭管多大的人 你只要扶摇抑 不想去 都可以纳捐待疫 都可以纳捐待疫 所以这个叫做租雍调 明白的意思了吗 什么叫租雍调 作用 下边那段 作用 农民生产时间有保障 然后负担减轻 知道关键就是能保障农民的生产时间 关键是能保障农民的生产时间 是吧 因为这个 正好国家大规模蒸发 摇抑的时候 可能是这个农民 他要劳动的时候 就是我们农忙季节 那你如果大规模蒸发 摇抑就 我就没什么 你误了农食了 所以现在呢 你不愿意去 可以 你不愿意去的话 就可以纳捐待疫 你可以纳捐待疫 所以这个就是 等于是有了这个 就是租雍调 那就这个意思 但是呢 这个租雍调有一个前提 我给你交租 交雍 交调 前提条件是 你给我什么 你给我什么 你给我土地 你不给我地 我拿什么交租子 那东西是地里种出来的 布婆 它是地里种出来的 对不对 我得种麻 我才能仿麻布 我得种桑树 我才能有捐子 对吧 所以前提是 你给我分地 你要不给我分地 这租雍调 我可就怎么样 交不了了 能明白这一套 我就交不了了 那你想 中国古代土地 是公有还是私有 公有啊 私有啊 对吧 那不是封建社会 是土地私有吗 地归谁啊 地主啊 那你国家要分配土地 能把地主的地 给没收了吗 你不能没收 地主的土地 分配给农民 那你分的地 是哪来的 新开的 一个是新开的 对吧 再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 大规模的战乱之后 人口大量的 死亡 减少的 无主荒地 所以可以给你分 明白的意思吗 但是随着国家 成平日久 人口增加 你这个 无主的荒地 是没有了 新开的地 能开的差不多 都开了 那再加上 往下看 两税法 后边写背景 背景 天保年间 天保是唐玄宗 后来的年号 天保年间 这个土地买卖 和兼并之风 盛行 土地买卖 和兼并之风盛行 政府直接分配的 这个土地减少 政府直接分配的土地减少 均填制 无法推行 租庸调制 也无法 维持 所以影响到 国家的财政 收入 能明白这意思吗 均填制 这个无法维持 租庸调制 无法维持 所以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 他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唐朝规定啊 每个成年男子 每个成年男子 这个 二十亩 永夜田 八十亩 口分田 二十亩永夜田 传之子孙 八十亩 口分田 你死了之后 这个土地归还给国家 然后国家好 再分配 这不是想平好吗 是吧 你不是没有地了吗 没有地了怎么办呢 就是你把你那口分田还给我 我 再分配 问题是中国古代土地是私有的 这些个大地主 大官僚们 他们占有大片土地 于是他们就兼并农民的土地 没等这农民死 他这一百亩地就怎么样啊 没了 被兼并了 明白这个被兼并了 你这一被兼并 国家就找不着地再往下 怎么样 分了 那就新出生的人 他就没地了 那没地了 我这租庸调 就交不了了 农民就只能逃亡 逃亡你租庸调交不上来了 这租庸调收不上来怎么办 那就国家就没钱了 所以国家得想招吧 不能再按照这个租庸调这种方法来收了 怎么办呢 我来看 按田交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 七八零年 年纪不纪无所谓 还记一下吧 记一下吧 八世纪 七八零年 唐德宗 唐朝我们到现在为止 讲了高祖太宗 高宗武则天 玄宗德宗 德宗是玄宗的曾孙 玄宗宿宗 代宗德宗 德宗是他的曾孙 七八零年 唐德宗接受扬言的建议 这个人记不记不所谓 唐德宗的时候实行两税法 什么叫两税法呢 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 按田母交纳地税 然后一年分夏秋两次 这叫两税法 两税指的是什么 户税跟地税 两税指的是什么 户税跟地税 然后另外呢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一年收两回 收两回 夏天一回 秋天一回 一年分这个夏秋两次 这个征税 这个叫两税法 那这两税法 有什么作用呢 两税法有什么作用呢 是吧 它就使得这个 往下看啊 作用在于 第一个分号没有 没有用啊 改变了自战国以来 改变了自战国以来 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 改变了战国以来 这个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 展变了啊 复一制度 以资产为宗 不以丁身为本 表明封建政府 对农民的人身控制 有所放松 封建政府 对这个农民的人身控制 有所放松 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的这个租庸调制 它的收税的标准 是以什么为主征税 人丁 对吧 每个成年男子 瘦田一百亩 所以每年为国家 交一百五十斤粮食 两丈四尺捐步 有你这个人 你就要给国家交一百五十斤 二百斤粮食 两丈四尺捐步 明白这意思吗 只要你在 你说我的地都没了 你当年分给我地了 可是这地被兼并了 你交不交 你照样交 我不管 我这地反正当年是给你了 至于你把它弄哪去了 我不管 所以你照样给我交这二百斤粮食 两丈四尺捐步 那我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逃亡 然后你比如说 你这地在哪呢 你那地在我这呢 因为我勤劳致富 我们家八个儿子 你们家就俩丫头 所以你们家干活干不过我们家 所以我们家发了财了 把你们家地就兼并过来了 但我怎么交税 我还让我这人头走 对吧 我现在我都有四千多亩地了 我还是两丈四尺捐步 二百斤粮食 因为我就一个人 我还是一个人 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也是一个人 我也是一个人 所以他那会儿征税的标准是以什么为主 人丁为主 明白这个意思吗 跟人头税不一样 人头税是人人都得交 对吧 每个年成人120钱 妇女减半 儿童40钱 这你必须得交 那个是人头税 人头税 这个是个人所得税 但这个个人所得税 他也是按人头征收 能明白这意思吗 这个大家必须要明白 不明白你就乱了 后边就没法讲了 后边 这能明白吗 你比如说咱们今天 交个人所得税是按什么交 按那个收入 对吧 按你的收入交 收入高低交 他不能是说按人头 你们家每口人交多少 不行 但是如果咱们 咱们因为现在是不收人头税 如果收人头税的话 是可以按照这个人头收的 你比如说家里只能有一个孩子 你家里只能有一个孩子 如果多一个孩子 每年十万块钱 是吧 你可以这么着 收这个人头税 每年每年十万 如果你不交这十万块钱的话 生一小的杀一大的 你就 要不你怎么控制人口 你就十三亿了 你怎么弄啊 多可怕 死十亿你还世界第二 多可怕 所以你干脆就给你们家人口定义指标 你们家只能七口人 生一小的杀一大 生一小的杀一大 所以你只能这样 对吧 所以他都 他都只能这样吧 说你说我 我我这个 这个 原来等于说 他这个个人所得税 也是按照这人丁为主 现在按什么为主了 土地财产为主了 对吧 你有地的你多交 没地的你就要 少交甚至不交 对吧 然后你商人怎么办 商人交你总资产的三十分之一 三十分之一 对吧 你说商人没有地吗 他转经商 交三十分之一 所以这样一来就表明了 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就放松了 原来 租用调制 两岁吧 原来就 君田制 租用调制 我允许你流动吗 不允许啊 对吧 你这一百亩地在这 在海淀 你跑朝阳去 我跟谁要睡啊 明白这意思吗 你在 你的地在海淀 你不能离开海淀 对吧 现在无所谓了 你爱上哪上哪 因为谁占了你这一百亩地 我跟谁要睡 所以你就可以流动了 能明白这意思吗 你这儿没有地 你可以上 有别地 有荒地 去开发 他这样的话 不就减轻一定农民的负担 就对生产发展是有利的吗 听懂吗 孩子们 所以这个两税法实行啊 它是有好处的 但是它也有坏处 最大的坏处在哪呢 我来看啊 两税法实行 隔过几个逗号巨号 就是倒数第二行 土地兼并不再受到限制 这下麻烦了 这下麻烦了 土地兼并了 两税法一实行 国家不再管什么事了 土地兼并了 愿意兼并你兼并吧 所以从唐朝以后 田智不立 国家不再管这土地兼并了 那他为什么不管呢 我没必要管了吧 是吧 我没必要管了 你有地 您就多交 没地 您就少交 甚至不交 所以我不管这地在谁手里了 你这一不管地在谁手里 这麻烦就大了 因为农民没有什么啊 没有土地 他就只能去租种这个地主的土地 你租种地主土地的话 地主就把这个负担 就转嫁到了农民身上了 这道理还不简单 我是一个雪汉工厂的厂主 我雪汉工厂 我是生产圣单树的 雪汉工厂 在全世界的圣单树 都是我们中国生产的 我在东环开了工厂生产圣单树 你们每个月的工资是700块 每天要劳动11个小时 每个礼拜 每个月可以歇三天 每个月可以歇三天 你看我够仁慈的吧 然后呢 国家提高了我的企业所得税 那我怎么办呢 你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 一个月歇一天 工资600块 三月不发 我为国家交所得税 是吧 然后我这个 给希望工厂捐款 我是一个多么有爱心的企业家呀 谁出的这钱 你出的这钱 对吧 我该坐的游艇 我坐游艇 我该环游世界 我该上非洲摄影 我上非洲摄影 跟你的这个 你给掏的这个钱 你给掏的这个钱 所以你可想而知 你可想而知 你这样做的目的 他这样一来 等于加重了 还是客观上 还是加重了谁的负担 农民负担 好 下面我们看第五节 隋唐时期的社会经济的繁荣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 原因 第一段讲原因 隋唐时期 国家统一强盛 交通发达 陆海上丝绸之路畅通 然后前期的统治者 那就是主要是唐朝了 前期的统治者 是吧 清摇国父 劝克农丧 然后国内各民族交往密切 然后这个 政府对外开放 这些原因 促使这个隋唐 两代成为中国古代封建 经济空前繁荣 经济空前繁荣 然后看这些农业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 特点 首先看这个农业 表现在第一 江南地区的土地资源 进一步开发 那这个江南地区的 这个土地资源 进一步开发 但是呢 也有坏处 隔一行 维湖造田和象山药田 对自然生态平衡有所影响 所以就中国这个生态问题 它出现的很早了 江南地区 你维湖造田 江南不就是湖泊 是吧 丘陵多 是吧 所以你这个也有问题 然后安史之乱以后 安史之乱以后 我国的经济重心 开始难移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是跟北方的差距缩小了 安史之乱以后 经济重心才开始难移 这是第一 就是他这个实际上是讲啃荒 讲耕地 讲啃荒 第二 第二 农田灌溉和农聚的改进 农田灌溉和农聚的改进 这里边呢 主要是最后一段 新的灌溉工具 捅车 捅车是用于什么呀 灌溉的 下一段 新的灌溉工具 捅车 另外呢 就是取原梨 用于耕作 捅车是用于灌溉的 取原梨用于耕作 捅车就是靠水利了 就跟那个游乐园的那个摩天轮似的 摩天轮似的 他那个转洞 边上绑着水桶 水利一转 重桶兜水 他就把这个水就盛起来了 转到最高处 这水就洒下来 一个槽 竹槽 通到地里 这样来灌溉 这样他就不用什么力了 人力 人力 这个取原梨他牛在哪 取原梨牛在哪 咱们说这玩意比拖了鸡差远了 这有什么破案 非得讲这个 取原梨 他很牛 欧洲直到18世纪才出现这种梨 这是取原梨的示意图 取原梨的示意图 这个取原梨他棒在哪 他这个位置 有一颗插销 有一颗插销 叫做压缠 这个插销呢 是可以活动的 拔起来 离弊就上台 这根棍叫离弊 就抬起来了 离弊一上台 带着这个离剑 带着这个离剑就上台 明白这意思吗 就上台 反过来 压缠一压下去 离弊往下走 带着离剑就往下走 可以控制这个离入土的深浅 明白这意思吗 能明白吗 控制入土深浅 这要是动画的好了 我咱画不出来 是吧 他可以控制入土 你控制入土深浅有什么用 比如说小麦 它埋 它入土应该是五分 是吧 然后你比如说水稻应该是一寸 你如果用这个东西播种的话 那不就能起这个作用吗 是吧 就能起这个作用 你要是说原来那个离死个堂的 甭管是五分的还是一寸的 我一入土全七分都长不好 都长不好 你这个怎么才能够提高单位产量 一个是说你这个忧郁这个稻种也好 卖种也好 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耕作技术得上去 它这个技术就是很高的 很高的 这个意思 第三个是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 比如说茶叶 茶叶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贵族开始饮茶 到唐朝呢 这个百姓们也开始饮茶了 也开始饮茶了 所以你看有的电视剧里汉朝就让老百姓 就是一进门就给您捧出茶了 甚至春秋战国都给捧出茶了 扯淡 那会儿没有 那会儿没有 那会儿应该一进门喝酒 不应该喝茶 不应该喝茶 唐朝他开始大规模饮茶 那会儿的茶都是茶粉 不像现在是泡的 就像这个 没的袋 没的袋 直接就是茶粉 日本人喝茶 不然喝了 冲着跟兔毛似的 茶粉 手工业发达 看手工业 手工业的发达 第一个没讲 产地分不广 第二个就是中国能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 这又是一个世界之最 所以中国在当时能造世界上最大的海船 主要是在洪州造 洪州知道是哪吗 南昌啊 南昌 江西南昌 靠海吗 不靠海啊 他在江里湖里 然后那船在托海里 你想那船能有多大 还通过波斯湾换小船 那边扯我这玩意 是吧 你想能有多大 是吧 然后翻过来 翻过来第一行 翻过来第一行 唐三彩 为后代的彩词 这个开辟了道路 后代彩词 唐三彩干嘛使啊 知道吗 唐三彩是名气 死人陪葬的 死人不值钱 真的唐三彩就几千块钱一个 因为怎么样啊 太多 不是死人 太多 真的唐三彩 也就几千块钱一个 当然得看做工 看做工 因为当时太多 大量烧制 对吧 它不像那个 那个什么 秘色词 它不像底下那秘色词 清词中的秘色词 是吧 全国就十三件 你得一件 你子孙万代 吃不清喝不清 唐三彩 你给我拿一针的 五千块钱挡住了 你不值钱 为人不得太多了 大量的烧制 我生前住的庄园 我是一贵族 我是一贵族 我是唐朝贵族 我生前住的庄园 我骑的马 我用的桌椅板凳 伺候我的丫头 我都给烧制成唐三彩 跟埋到坟里去 伺候我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正儿在唐朝怎么样 大量使用 太多了 那是民气 到了宋朝 觉得他浪费 改扎纸而纸马 民国的时候 农民要刨地 刨出这个来 就呆了 这是晦气 明白这意思吗 明白吗 你看张峰义 跟许晴演的 那个垃圾笑装皇后 然后那多多 带着大耳环 我一看叫兔 你见过清朝王爷 抓耳环的吗 你一边是歌星 多多 说我这一路到中原来 得了不少宝贝 然后拿出来看 全是唐三彩 开玩笑 谁把纸 纸马摆家里 应该给你爷爷烧的 你觉得特漂亮 能家摆的 你妈妈抽死你 开玩笑 民国农民都摔了他 咱们现在 因为无神论了 无所谓 家里摆的了 反正我们家都不摆 谁给我唐三彩 我不要 你知道他干嘛 兵马友 你摆他干嘛 勇你摆他干什么 你知道他干什么使 你摆他 我坚决不要 多多能 没法看 太后请功里 挂一副刘勇的羽林玲 寄院里 才挂刘勇的 你说你没吃过猪肉 你还没见到猪跑 你导演 你爸跟你妈 肯定是舅舅 跟外上女的关系 你到故宫里 看一眼 慈宁宫里 应该挂什么 列祖列宗的盛训 应该挂这个 你敢弄 雨林玲 开玩笑 刘勇慈既旺 你才挂 你都不 你家整天让 太后寒蝉妻妾 太后还守得住 开玩笑 所以没法看 所以我基本上 我基本上不看电视 这些是这星大星 我都不认得 现代题材的剧 跟我的生活差距太远了 我不懂现代人 古代我一看 一集一万多个错 没法看着玩 一两年我就能看出错 就在播 没法看着玩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糟蹋祖宗的 糟蹋祖宗 我要是多多的后代 告诉他 我爷爷什么时候挂我耳环 告诉他 男的挂耳环 一同情练 一黑车会 这个 清词中的密色词 这个不得了 密色词 密色词 你只有到了陕西浮丰县法门寺的博物馆 你亲眼看到密色词 你才能看到他有多美 清中带粉那种色 你这早失传了 现在你做不出来 我估计他搁那儿的那个应该是 真品 因为你一般的话 外国博物馆里是绝不搁假的 咱中国的博物馆里是绝不搁真的 都是复制的 真的都藏着呢 都藏着 怕你看哪个 他这个 那密色词 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因为你做不出来 原来认为唐朝根本就没有 后来就是那浮丰县法门寺地宫 被挖掘出来 才看出来有这个 密色词 十三件 出十几件 所以那你要有一件 你想 多少代人吃不清 你说唐三才我们家有 反正也值点 也值点 但是不会很值钱 不会很值钱 几万块钱 打住了吧 邓振夺 大家知道这人吗 知道吗 郑振夺 语文课讲了 民国时候一作家 他收藏了 在民国的时候 收藏了六万件唐三才 我为那一毛钱十一个 一毛钱十一个 那肯定要不要 他一穷教书 他哪来呢 后来他捐献给故宫 本朝建了之后 全捐给故宫 故宫那个什么 唐三才那管 就是从他的捐赠当中 发起来了 他就全捐 他觉得这玩意挺有用 因为唐三才好在哪 这就相当于唐朝的历史照片 明白那意思吗 这照片 它都是真的 照着生前的样子 照完埋子里边 你看他原来唐朝的房子 这样 原来唐朝的人都长这样 胖乎乎的全这样 那么就这意思 跟这壁画作用一样 一样 底下那个记忆水平高 记忆水平高 也注业 这个切削抛光焊接 切削抛光焊接 然后这个 轮船用推进器 丝织品有波丝的风格 波斯在哪 印尼 伊朗 谁说印尼也吓我一跳 有波斯的风格 波斯的风格在表现的哪 中国 现在特别常见的 作为吉祥的动物 有两种 蝙蝠 对 也是 就是一种是大象 一种是狮子 衙门口都立着狮子 皇帝宝座两边 必然有大象 太平有象 这个狮子和大象 全是哪来的 不见得波斯 还有南亚进口 中国最古老的动物形象 青龙白虎 猪雀玄武 对吧 这个这个 西方青龙 东方白虎 北方玄武 南方猪雀 猪雀就是三猪乌鸦 这个玄武 就是一条蛇缠在龟上 最早中国出现动物形象 是这四种 没有别的 那你像是狮子 中国有狮子吗 没狮子 商业 下面看商业 刚才说的手工业 手工业实际上就讲了一个词 一个造传 没讲别的东西 然后手工业 商业 商业 随扔住五猪钱 秦桃钱叫什么 咱讲过吧 半两 半两 汉朝叫五猪 一直到什么时候 到随 到随 学历史啊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途径 以诗正诗 因为咱们那个 古诗里边有大量的永诗诗 所以学历史有重要途径 过去考试就考了这个 刘雨昕就是这个吗 属先主庙 属先主是谁 后主刘禅 先主是谁 刘备吗 属先主庙 天地英雄气 千古尚凛然 事成三祖鼎 夜赴五猪钱 什么叫夜赴五猪钱 汉朝的钱是五猪钱 对吧 事成三祖鼎 夜赴五猪钱 光复了这个汉史天下 当然是偏安一语 德相能开国 生而不向贤 诸葛亮好 德相能开国 生而不向贤 刘禅 阿朵 这么个笨蛋 是吧 七两鼠公祭 来五猪公钱 所以造成 这个鼠国的 灭亡 是吧 他这里边 德相能开国 这个 事成三祖鼎 夜赴五猪钱 就是五猪钱 是吧 汉朝开始 一直用到随 唐 高祖 这个地方 巨爱考 行开元通宝钱 行开元通宝钱 五猪钱一个 太多了 五猪钱一个 唐高祖 开始行开元通宝钱 以后历代的货币 以它为范式 以后历代的货币 以它为范式 注意啊 这个开元通宝的 这个开元是年号吗 不是 它那意思就等于是 就这国家刚刚建立吧 是吧 所以就开辟新纪元 就那个意思 它不是年号 所以您要注意 这个唐高祖 行开元通宝钱 这个开元通宝 不是唐玄宗的钱 明白这意思吗 以年号筑钱 是北宋开始的 就是北宋以前 就有唐一代 整个唐高的钱 都叫开元通宝 明白这意思吗 底下 这个市场 城市里有固定的 交易场所市 设官员管理 证明我们的商品经济 怎么样啊 较发达 著名的这个交易场所市 有官员管理 市中有底电和贵房 底电 监营 旅电 货站 交易场所 这个现在没有这种机构 你看那个原来 那个演的云南什么大马帮 他们到哪住底电 他们住在这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还可以带他的 还可以存他带来的货 烟叶子 他可以带来的货 然后就跟这现场进行交易 有点跟万通似的 有点跟万通的感觉 但是万通都不能住人 对吧 但是他可以交易 可以把这货存在这 他就是不能住人 可能上面也能住 就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底电 贵房 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刑 比欧洲早那么多年 又是一项世界之最 这里边讲俩了 一个是唐朝 我们能造世界上最大的海船 再一个就是这个 我国有世界上最早的银行 我们有银行 证明什么 什么经济发达 商品经济发达 需要的什么量大 所以我们必须出现银行 对吧 货币银行 出现银行 因为你这个金属货币 过于沉重 携带不变 你看那个香港的垃圾剧 避邪剑 那个垃圾剧 一个小姑娘 背着两千两黄金 两千两黄金 然后从那个岸上 搜一下就跳在河里 跳在小船上 第一背得动吗 两千两 一百多斤 十六两一斤 半斤八两 十六两一斤 你这两千两 一百多斤 你背得动吗 他武功高强 我不怀疑他背得动 你跳在河里这船上 那船不沉有鬼 那跟大口径楼弹炮命中 一样 一颗炮弹砸在船上 你说那导演 你说您不懂历史 您还不识数 两千两黄金 背着还跳 开玩笑 然后你看咱那电视剧 一眼 从袖子里摸出一定银子 这是五十两银子 三斤多 您搁什么袖子 你那袖子什么 防弹背心 你真正掏出银子 全是什么银子 碎银子 十两就得给银票了 哪像给真银子呢 哪像给那真大元宝 五十两 官府才有那么大 官银你哪来的 把这扯吗 所以 怎么办 就是我存在一个地儿 我拿一个证明 就跟那个存款单了 是吧 我到下个地儿 把它怎么样 提出来 所以到了北宋 就出现纸币了 是吧 你也甭 我也甭去取下了 我也甭取下 直接就给你这个 这点纸币就完了 纸币就给 现在连纸币的需求量 就太大了 纸币携带也不变 动辄成千上万 于是开始干嘛 那就是卡嘛 那用卡嘛 在国外的话 你要在美国的话 你买东西之前 你先得问人家 你收现金吗 咱们中国人都晕了 你不收现金 你收什么 你收现金 你得问人家 你收现金吗 一般就是信用卡和旅行支票 很少有地儿收现金的 很少有地儿收现金的 然后就是 就是我第一次从欧洲回来 在那大高的机场 想把剩下的那几个欧元钢缝给花了 就跑遍了机场 没有一个地儿收现金的 没有一个地儿收现金 人都刷卡 那钢缝没法花 就只能带回来 他一个两块的相当于拿二十 我这好几个呢 你这好你留着他干嘛 冤不冤 所以他那个就是 人家都是刷卡 都是刷卡 所以你看欧元 什么美元 尤其日元 取出来之后都 崭新崭新的 因为就证明他很少流通 很少流通 你看香港就是 一张八达空卡 干什么都行 就跟咱那个公交卡似的 公交卡似的 干什么都行 买报纸都行 买油条都行 哪都能刷这个 八达空卡 所以他那个纸币就新 你看人民币的纸币 太旧 就是流通量太大了 竟然胶水粘着呢 胶带给粘着 那两半了 缺一个脚子 静着 流通量太大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银行 再往下 那时买卖时间 这是第几点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三点 那时买卖时间有限定 找到这点 买卖时间有限定 你不能想几点 干到几点 现在你做买吧 你想干到几点 就干到几点 没人管你 你24小时没人管 没人管 那会不行 官府不允许 有限定 然后呢 一些繁华的大城市里 有了夜市 农村呢 有草市 找了吗 这个 农村有草市 对啊 然后再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 七十三页 那这一段的第二行 胡商遍布 胡商指什么人啊 少民族 也有西域 就还包括这个阿拉伯人 什么的 波斯人 胡商遍布 那会中国是很开放的 没人抵制 抵制什么这货 那货 是吧 没有人抵制外商 那种外商来华了很多 来华了很多 是吧 再往下啊 城市的兴旺 那其实这个 他这个商业 就是货币交通和 城市 他这里面把城市 单 单提出来了 单提出来了 那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这个城市本身就应该包括在商业里边啊 隋唐两朝啊 隋唐两朝啊 这个长安洛阳是 呃 政是全国最大的政治基金文化中心也是商业大都会 找了吗 啊 也是商业大都会啊 然后呢 这个长安城内有访有市 访是住宅区 市是商业区 访是分开 访相当于我们的什么呀 居民小区 有有有围墙 有门 是吧 然后这个访是住宅区 市是商业区 访跟市是分开的 那这个做买卖只能在市里 市有东市 西市 你只能在这俩地儿做买卖 那要跟今天的这个情况比起来的话 证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又不够发达 你今天说咱北京就俩地儿能做买卖 一西单一东单 你家在怀柔 我想吃饺子买壶醋 打车去西单吧 那你说当时的人他吃饺子 他他不吃醋吗 他吃 不是自己酿了 就那会他他什么都可以怎么样 自己做 你像我小时候家里自己擀面条 自己做包子 自己蒸馒头 自己做花卷 现在是吗 现在不是超市都能买的吗 我们小时候你哪能说超市买的玩的 哪有 那时候也没有超市 也没有超市 都自己做 自己做 所以他这样看起来 跟今天比起来 他商品经济又不是很发达 他这是 鸡骨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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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骨 然后大家就开始来做买卖 然后打锣 打锣 就得散 一般太阳一下山就开始打锣 然后就开始打进阶鼓 进阶鼓五百响 鼓声一响赶紧往下跑 鼓声一停 你还在大街上 鞭子抽 倒不是去杀 就进阶鼓 所以像冬天 四点多钟 太阳就下山了 你就回家闷着去 你上街都得有腰牌 古代都是这样 一到晚就进阶了 就怕你聚众谋反 你只有那些官员 才可以上街 你像唐朝的话 你晚上上街你也没事 因为那所有商店都关门了 就跟今天在欧洲似的 你晚上上街你干嘛去 欧洲你还能上酒吧什么的 那会儿那酒吧也没有 商店六点半 顶多六点半 所有商店全关门了 你逛街你逛什么去 你逛什么去 唐朝那是东市西市 他夜里一黑就没了 就没了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隋朝 隋唐 长安洛阳 翻过来 长江流域的 商业都市 长江流域的商业都市 以扬州成都为两个中心 扬州成都为两个中心 隔两行 扬一一二 隔两行找上了吗 扬州第一 益州第二 益州是哪儿啊 成都 扬一一二 扬州第一 益州第二 长得吗 孩子们 这个成都在这个唐朝啊 那就跟咱今天的香港那地位似的 所以你看那唐朝人 唐诗里边写到扬州地方 太多了 比比皆是 太多了 你看那李白那 故人西词黄化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李白那羡慕 你瞧人家 烟花三月下扬州 唐朝人说 天下三分明月夜 二分无赖是扬州 无赖就是可爱的意思 古汉语跟现在的不一样 二分无赖 人生只和扬州老 宁可死看扬州月 不愿生归架九龙 是吧 那他就是什么都是扬州是最好的 为什么那地方 是吧 经济最发达 经济最发达 而且又不像在长安洛阳那么多限制 是吧 条条框框那么多限制 是吧 他就是 城市他比较发达 是吧 开放 开放 好 这是我们讲的 这是我们讲的经济 下面翻过来看第六节 随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这个就是讲民族关系了 讲民族关系了 讲民族关系 民族关系明显是重点 明显是重点 第一画一下 第一随唐时期 北方有突厥和回合 漠和西南吐蕃南兆 先后建立政权 这个吐蕃南兆先后建立政权 这是第一点 开发了祖国的边疆 开发了祖国的边疆 写了吗 第二 交通的发达 使得中原边疆往来密切 密切了边疆和地区的联系 第三 中央王朝的统治者 尤其是唐朝的统治者 前期的统治者 尤其唐朝前期的统治者 重视跟民族关系 开明的民族政策 这主要是唐太宗 第四 唐朝的疆域 唐朝的疆域 这个 东到大海 西到咸海 南到南海 这些好记 三面靠着海 然后这个 东北到外兴岸岭 枯叶岛 找了吗 急盛的时候是一千六百万平方公里 可惜就三年 可惜就三年 这个咱们得画一下 你光这么记的话 容易这个 容易晕 咱们得画一下 首先是唐朝的民族 为什么要画这个呢 是因为他这个 他考试的时候 这里边都是有陷阱的 有陷阱的 东 然后北边两个民族 一个是突厥 一个是回合 回合 一个是突厥 一个是回合 北边有这么两个民族 有这么两个民族 东北 是墨河 东北是墨河 西南 云贵高原上是南兆 青藏高原上是吐蕃 云贵高原是南兆 青藏高原是吐蕃 这个特别就是要 尤其要掌握这个 就是 你这个突厥和回合这个位置 一定要掌握 一定要掌握 然后呢就是唐朝的疆域 唐朝的疆域 这个也比较好记 东到大海 西到咸海 咸海 他叫海 实际上是一个湖 实际上是一个湖 在今天的这个 哈萨克斯坦境内 它是一个湖 然后南到南海 南到南海 大海可能就是东海 黄海之类的 然后东北 到外兴安岭 今天叫斯塔诺夫山脉 在俄罗斯境内 和库叶岛 库叶岛今天叫萨哈林岛 在俄罗斯境内 然后呢 就是我们要在书上 记点东西 再记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 唐朝时候 这个民族关系 它主要发生在 哪几个皇帝 在位的时候 主要发生在 哪几个皇帝 在位的时候 唐太宗 你空着点格 有四件事 有四件事 然后呢 唐 高宗 高宗 一件事 武则天 一件事 唐玄宗 三件事 你空着点格 你注意空几个 唐宿宗 唐宿宗 唐朝的这些个 民族关系 主要是这几个皇帝 在位的时候 太宗 高宗 武则天 唐玄宗 唐宿宗 然后咱还讲过 刚才还讲过一个唐 德宗 德宗 唐朝你看 你看都有哪些皇帝 还讲过一个德宗 德宗是宿宗的孙子 玄宗的曾孙 好啊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看这些个民族 然后呢 就再把这个是哪些皇帝时候发生的事 我们再总结一下 先先看这个 第一个 突厥的崛起和衰落 第一点 突厥 兴起于阿尔泰山 他可能就是匈奴的 后裔或者别种 兴起于阿尔泰山 突厥 兴起于阿尔泰山 阿尔泰山又叫金山 产黄金 是今天这个蒙古国跟新疆交界的地方 就称金山 蒙古人一夸你 你纯洁的跟阿尔泰山的金子似的 现在估计没了 就杀土了 然后第二 六世纪中期建立突厥韩国 六世纪中期建立突厥韩国 六世纪中期 这个匈奴 这个突厥建立韩国 建立突厥韩国 第三 隋朝初年分为东突厥西突厥 然后东突厥强大 第四 是该第四了吧 贞贯初期 那就是谁啊 唐太宗 大败东突厥 唐朝大败东突厥 是吧 然后呢 我看啊 这怎么化啊 就是东突厥灭亡了 这东西灭亡 然后唐太宗 采取开 唐太宗 不改变原有部落组织风俗 设都督府管辖 找到了吗 然后北方各族 尊唐太宗为天可汗 可汗是对北方各族 对军长的尊称嘛 尊唐太宗为天可汗 这是咱前面讲过 那唐朝名将李基 以三千铁骑大破突厥于阴山 吉利可汗那正喝酒呢 正庆功呢 李基神兵天将 大破东突厥于阴山 扶吉利可汗 东突厥灭亡 东突厥的降众有好几十万人啊 是吧 所以这个怎么办 魏征上奏皇帝 突厥狼种 这帮人是狼的后代 因为他们那个国旗 就是一个大狼头嘛 突厥狼种 不可以仁义骄 不可以刑法威 这帮人软硬不吃 所以魏征建议把这帮人干嘛 统统干掉 是吧 种族灭绝 所以你看魏征出的主意 不一定都是好主意 唐太宗没听他的 这回没听他的 不可以仁义骄 不可以刑法威 不如统统干掉 然后另一个大臣 给唐太宗建议呢 把他们移到内地来 是吧 移到内地来 是吧 你监视他们吗 是吧 那么山东 移到内地来 后来唐太宗 就是这个 因为一般来讲 像唐朝灭了高沟丽 灭了百计 就都把那人给迁到中原 内地来了 所以这个韩国说 这高沟丽是他的历史 扯淡 那高丽人都已经融到 中国里来了 那怎么是你的历史 是吧 但是你要把他移到内地来 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他的故地怎么办 是吧 你把突厥人从那个阴山的地方移过来 那阴山那个地方怎么办 你得派汉朝人去 就汉族人去驻守 咱谁愿意去 没人愿意去 对吧 那就那块地儿 我们不要了 我们就放弃了 你放弃了别的游牧民族会占这个地儿 你怎么见得占了这个地儿的游牧民族 就跟唐朝一定友好啊 是吧 所以那个又有大臣给他出主意 就是说怎么着 就是咱底下那个小子段 是吧 全其部落顺其土俗 以时空虚之地 使为中国汉壁 看到那句话了吗 全其部落顺其土俗 以时空虚之地 使为中国汉壁 兴灭济绝 对吧 这在中国 这在中国来的 在中国古代的话 这是最高尚的事啊 是吧 兴灭 继绝 眼看这个国家已经快怎么样啊 灭了 要绝种了 你干 你兴灭继绝这种事 最了不起了 所以这样一来 唐太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把这个 这些个 突厥的这些个 领导人啊 什么的 像吉利可汗 这个突厥的 可汗贵族 还都是 在长安居住 然后当地人 任都督 管辖这个 当地的这个 这个这个 自己的这个部落 你自己管辖 等于我打败了你 我还让你当官 我还让你管辖 这不就跟诸葛亮 七秦梦祸一样吗 以一制一 所以这些人对朝廷啊 感恩戴德 唐太宗 对少女民族 都是这样一个态度吗 那在这帮人 感恩戴德 尊这个唐太宗 为天克汗 尊这个唐太宗 为这个天克汗 所以他这招 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 唐太宗自己讲啊 自古皆贵中华 而见遗敌 朕独爱之如一 故其种落 依朕若父母 自古皆贵中华 见遗敌 朕独爱之如一 我看着都一样 故其种落 依朕若父母 所以他们就把我 当作什么呀 父母 因为这个李唐王朝 也是大有胡人气 他们本身 都有那个 就是契丹语的 就这个显卑语的名字 他们本身就是 显卑人跟汉人的浑种 而且这个 唐太宗说过这么一段话 是吧 这一般来讲 就是讲唐太宗 开明的民族政策的时候 最爱引用这段材料 唐太宗说 汉武穷兵三十余年 疲弊中国 所获无几 岂如今日随之以德 使穷发之地 尽为边户户 能明白这什么意思吧 汉武穷兵三十余年 疲弊中国 所获无几 长城万里 尽封烟 所获无几 岂如今日随之以德 我靠什么征服他们啊 德 其实唐太宗这话 也有点大了 你不是先给他打败了吗 要不然你光得 他就不得了 他缺德 你光得谁理你啊 岂如今日随之以德 使穷发之地 尽为编户 把那地方都作为国家的人 编户 都入版图了 让你们我厉害吧 我比汉武帝厉害吧 他那么一个感觉 那么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 唐太宗一去世 北方各族军长 如丧父母啊 戳瞎自个儿眼的 拿刀割自个儿脸的 是吧 脑子上点香的 自杀骏葬的 什么样子都有 就无法形容自己 心中有多悲痛啊 是吧 无法形容自己悲痛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唐太宗时期 他的统治非常 就跟民族观也非常 开明 非常开明 因此这个里边 我们记 唐太宗的第一点 灭东突厥 灭东突厥 东突厥的 这个可汗 姓阿史纳 姓阿史纳 他这个 有一个突厥贵族 叫阿史纳杜尔 能争善战 被俘之后 唐太宗对他信任 到什么程度呢 封这个阿史纳杜尔 为右牵牛卫大将军 每天晚上 唐太宗让阿史纳杜尔 配刀直朔 站在寝宫门口 给唐太宗站岗 他不在那站岗 唐太宗睡不着 是吧 所以说这个 阿史纳杜尔能能能能 能这样配刀直朔 拿长毛跨刀 跟着站着 他要想起国仇家恨 进去一下 唐太宗就完了 是吧 所以你想 阿史纳杜尔对皇上 那不是感恩戴德 是吧 这个皇上躺那 一会儿你听 呼噜声真想起来了 不是考验你呢 真睡着了 所以阿史纳杜尔 为唐朝出生入死 是吧 能争善战 死后陪葬昭陵 也是跟皇上埋在一块了 陪葬昭陵 这就是突厥贵族 所以唐王朝 开阔 红伯 多彩 各个民族 各个国家的人 都有在唐朝 当官的 朝鲜人 日本人 伊朗人 阿拉伯人 都能在唐朝当官 是吧 各个民族的突厥人 什么契丹人 随便 开阔红伯 多彩 是吧 他的李唐王朝 就是非常的这种 就胡气很重嘛 就说他是吧 所以很开放 这个国家很强大了 所以他第一个 唐在东的一点 灭东图诀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西图诀 天山以南各国 受他控制 影响了思路的畅通 影响了思路的畅通 那就说西图诀 在哪 在新疆 对吧 在新疆 所以呢 往下看 唐太宗 先征服高昌 至安息都护府 先征服了高昌 至安息都护府 唐高昌 这第几点了 不是不是 第三点 唐高昌 西图诀灭亡 第四 武则天 至北庭都护府 与安息都护府 管辖天山 分治天山南北 等于这里边 有这么几点 唐太宗第一个 灭东图诀 第二 灭高昌 灭高昌 设安息都护府 这个都护府的都护 是由什么人来担任啊 是啊 汉人还是当地人 汉人 你看班超西域都护 证明就是咱们那个时候 朝廷对哪特别重视 为什么 对啊 那等于就是中国对外交往的 唯一通道 对吧 因为你东南都是海 对吧 你路上只能从那出去 北边是蒙古 大沙漠 大戈壁 你翻过去干嘛去 西南青浪高原 你翻得过去嘛 只能从那走 所以非常重视那 所以你看 西边都是都护府 东边都是都都府 都都府就是什么人来担任了 本地人 实际上就是朝廷行 淮州基米之策 那边可就不是 都护府那是有品级的 正是朝平命官 你们学过那个 胡天八月集飞雪 是吧 将军搅功不得空 都护铁衣冷南拙 是吧 这都护就估计就是这个 是吧 什么大漠 顾炎直 常河洛志园 萧官冯侯记 都护在燕燃 是吧 都护在燕燃 他都写这个 那个地方 都护府 我们管辖 是吧 唐高宗的时候 灭西图厥 灭西图厥 武则天的时候 设 北庭都护府 这个北庭都护府 顾名思义 那肯定是管北边的 是吧 安西都护府管南边 所以咱教材上说 分治南北 又错了 应该是分治北南 是吧 教材出错很正常的 很正常 这个特别是这个安西都护府 安西都护府 这个他主要是管辖 这个今天新疆地区 安西都护府下辖四镇 书勒 秋辞 余田 岁叶 什么下辖四镇 李白就出生在安西都护府管辖的岁叶镇 金吉尔吉斯斯坦 托克马克 是吧 所以要按出生地定国籍 李白是吉尔吉斯斯坦公民 是吧 他三岁才回到这个中原内地 是吧 他出生在岁叶 就是吉尔吉斯斯坦 是吧 托克马克 但是吉尔吉斯坦 没人知道李白 是吧 也不以这为骄傲 不然他可以申请一下 是吧 我们国家接触的公民李白 是吧 对 他就是那个吉尔吉斯坦那地方 那地方当时是归安西都护府管辖嘛 那么突厥人 这个突厥人被打败了之后 突厥人就哪去了呢 就往西迁了 就往西迁了 其中的一只迁到了今天的 就是安纳托利亚高原 迁到安纳托利亚高原之后呢 其中的 他们这个时候皈依了伊斯兰教 其中的一只在首领的奥斯曼 率领下建立国家 这就是奥斯曼突厥帝国 又叫奥斯曼 土耳其帝国 土耳其是英语 突厥是突厥语 就跟China和中国是一个国家似的 是吧 所以他这个 这个 土耳其建国 地跨欧亚非 纵横三大洲 盛极一时 然后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走 下坡路 跟咱中国一样 他比咱衰落的还早呢 是吧 然后但是他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年 是吧 东亚病夫 西亚病夫 他西亚病夫 是吧 所以他到了这二十世纪初 青年土耳其党进行改革的时候 为了重振土耳其的国威 一部分人就提出来 在历史上突厥民族 曾经统治过从日本海到黑海的庞大领土 是吧 就这个整个日本海到黑海 都是亚洲北部民族的语言 都属于突厥语系 所以他就认为呢 凡是这个亚 讲突厥语地方的 讲突厥语的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建立成一个国家 建立成一个国家 等于整个亚洲北边都应该归他们管 应该建立成一个国家 这种思想就被称为 泛突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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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说于极端民族主义 又跟泛伊斯兰主义 就是极端宗教势力相结合 这就形成了今天的东突问题 东突问题 实际上后面我们知道 维吾尔人是回湖人的后代 他并不是突厥人的后代 你说这个回湖语属于突厥语系 属于突厥语系的语言多了 就跟他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汉藏语系 那汉语跟藏语你说有相同的内容吗 他也属于一个语系 汉藏语系 所以他这个就 为什么现在就这帮民族分裂分子 什么建立东土耳其斯坦 这东土耳其斯坦哪来的 东突厥斯坦哪来的 他就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 跟极端宗教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就是突厥人给跑到那 他这么来 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讲的一个突厥民族 剩下的几个民族今天来不及了 明天继续 今天先到这里 好